我就在面试的时候 我肯定会说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比如说廷宫阁是个老板的话 要听到面试的人这么说的话 你会觉得 我会介意的 我会介意的 一起 你看这个 这还有点意思 对 它是半透的 然后它有一种动态 亚克里做的模型很多 但是能这么发现这件事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这挺能琢磨的 对 因为咱们也投标 也要有创意的一线 它可能有点灵活劲 对 好 老师们好 这是我的作品集 你好 然后我是林鹏翔 我是毕业于英国UCL的一名硕士生 我本科是在福州大学的风景园林 然后我在英国有盖过一个实体的一个小建筑 对 你快到后面自己学的吗 我们学校就会用这个 对 挺好 县学协力 县学的 县学 对 那你有实际接触过这个行业吗 你觉得你有可能不能接受的一些存在的现象 你有没有预判 就是说在未来的工作里面 我对行业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包括我们行业的一些特质 但然后最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其实是 就我们生活 我还是我还是尽力地去平衡生活和工作的 如果是有一方完全的 那就确实有些难 那就是说你不能忍受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高强度没问题 但是 那如果强度很高的话 你真的是很难平衡 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会搭建工作流 然后提升一些效率 比如说可以用自动化的手段 去完成一些事情 对 其实学协比较 人文气息比较强 就是大家比较随和 比较开心 就是不会说强度那么大 所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听好多传言 就是感觉好像是个血汗工厂的样子就行 传言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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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特别 更多的去 其实是思维的加班的强度 感觉这仨子们有唱红料唱白料 想留住它 感觉他们 今天我们在看展的时候 然后又被你的手电筒给吸引跟打动 通过那个电筒一打 就有一种剧场场景的氛围感 是有惊喜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特质是一个会比较突出的 如果在团队里你会怎么描述你的角色 我在初始进入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的一个性格会更让我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二把手 就绝对不会特别主动地想去当那个领导 因为我觉得二把手是能够给自己一个空间 能够去装项地去把一个领域给做满 行 那我们就等消息 好 谢谢 那我把作品指引 你可以先放到这里 可以先放到这里 对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那个时候90后的时候感觉还是愿意跟那个面试官说 都给我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工作 我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的已经开始跟面试官说我需要这种平衡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你们的这个职场经历过程当中 是这种愿意全情投入工作啊还是那种职场初期啊就开始讲究这种平衡的状态 我就在面试的时候我肯定会说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 就是把好话都说再起来 先进去再说 就没有实力怎么这样 那比如说廷宫阁是个老板的话 要听到面试的人这么说的话 你会觉得 我会介意的 我会介意的 其实我是同意是一个平衡 但是我觉得年纪这么小的时候 其实你不懂什么是平衡 你的平衡就根本还没平衡 我觉得如果老说我很累 或者是我赶着下班的人 他其实他不享受他的工作 他才会有这样的念头